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没错所以这个过去其实美军 就是常常号称人道主义 但是其实只要有战争 就会有残暴的事情发生 只是规模大规模小 然后比较不怕让人家知道 跟比较害怕让人家知道而已 所以过去的越战的时候 很有名就有一个美来村屠杀事件 因为在那种紧张的状况下 可能很多军人 很多也都是很粗的汉子 对不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情绪一来 然后就乱杀 然后就屠村 尤其是在这种 这个就是很冰冷的 因为远距发生攻击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那个血腥 你感觉它只是一个火光 以前在打恐怖分子的时候 我们看以前在阿富汗 还有其他的图片 就是杀人的时候 他对话还在开玩笑 好像在打游戏 实际上都是血淋淋的平民跟生命 别人的爸爸妈妈孩子 所以你以为说他可能不是平民 结果发现不但是炸到的平民 甚至还有儿童 而且你会发现说 这个那时候在打ISIS的时候 这个水坝是两核流域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水坝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颗飞弹打进去之后 你发现它燃烧 但是没有爆炸 然后据说那颗炸弹爆炸的话 这个水坝当时是可能会垮的 如果垮的话 那下面有数十万的居民 很可能就会淹大水 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就算没有的话 经济上面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攻击行为 是非常非常缺乏人道主义的 那么最讲究人道主义的国家 不就是美国吗 一天到晚在讲人家新疆 怎么样怎么样吗 结果自己在攻击别人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子的考虑 没有这样的关系吗 但是我看到这个我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平常看阴谋论的东西 看太多 或平常自己在攻防的时候 阴谋论太多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会出来 它很妙你知道吗 比如说虽然这是讲美军的暴行 CNN的报导啊 虽然它是在讲美军的暴行 赵新我打个岔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其实是有影片的 但我们不用我们不播 为什么怕太血腥太残忍 所以我们就只用照片带过 放在电视墙上 太不忍了 对啊 你知道而且这样子的话呢 也可以避免黄标 没有想到今天都还没讲到这一段 黄标就来了 有时候黄标是人家知道 你要讲这个很不光彩 觉得不希望光彩的人 可能就把你处理掉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想这个我觉得合理怀疑 这有转移焦点的作用在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拜登当时呢 撤退阿富汗这件事情 得到很多国内民意的反弹 他不是反对你撤退 撤退的乱七八糟 撤退的不好 对可是这边一方面 表面上是说美军残包 可是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不是有一点点 为阿富汗撤兵在背双 你看我们美军在那边做的事情 都是那很糟糕的 赶快撤赶快撤 好这是一种 那么第二个在讲这个 叙利亚的呢 这是拜登任内的 那提到第二个 2017年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拜登还不是总统 对啊 所以他就可以追究说 在川普时期的美军 有没有做这些 可以说令人法子的行为 你就要去追嘛 追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某个程度上 替拜登政府 这两则新闻 每个两个 某个程度上 都在替拜登政府 要么转移焦点 要么为他自己过去的行为 做某个程度上的辩解呢 所以我认为 这个消息会出来 而且在这个时候出来 他没有那么单纯 他可能有一种要带风向 导向转移焦点 为民主党 现在的拜登政府 内政上面的无能 跟焦头烂额 转移焦点的成分在 我合理是这样怀疑 对啊 但是不管是拜登 还是他想要把焦点 转移到过去的前朝 但总之 都是美国做的事啊 那你看这个又是 New York Times的报道 也是美国媒体 自己来揭露 那亮哥 我们刚刚在讲的 2017年发生了事 本来这个水坝 叫做塔布卡 2017是川普之争 是啊不能攻击的啊 结果不能攻击的目标 居然还有单位去攻击了他 用2000磅的炸弹 而且还不止一个去轰炸了他 那当然在下面有上万 或者是超过几十万的居民 好危险好危险 那么后来隔了两天 这个当时的美军指挥官 就是汤生 他还否认攻击 说水坝不是他们联军的目标 还说相关这种指控 说是他们做的话根本就是太疯狂 很疯狂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多么的惊险 关键的设备被毁了 大坝停止运作 水库的水位迅速的上升15公尺 土耳其还在旁边 紧急切断上流水源 要帮叙利亚争取时间 否则的话下游的人该怎么办呢 人命关天 好那事后就责 大家就说 那如果不是这指挥官做的是谁呢 结果就直指有一个机密的组织 叫9号特遣队 TASK FORCE 9 这个TASK FORCE 9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单位 他可以跳过这个指挥官 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吗 那到底又是谁下的决定 可以让他这样的动手 他不可能不知道啦 那到底是 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特殊单位 这个没有办法确认 可是他不可能不知道啦 因为这个BLU109 就是我们讲的碉堡克星嘛 他基本上是用一些特殊金属跟钢合成的 然后可以穿透这个六 可以穿透这个六英尺厚度的混泥土 那他是用顿杆炸药 所以他不会碰碰撞就立刻爆炸 他会先穿透之后 然后到下面 然后再整个往上炸 就是顿杆炸药啦 是像中国大陆上市在南斯拉夫那个使馆 可能也是被这类似的炸药炸到 所以他整个是 一直钻钻钻钻钻到最最最最抵触吧 然后再往上炸嘛 所以往上炸就整个大楼被轰掉这样 所以这个如果爆炸那整个水坝就垮了 那一定是大水灾了 所以就是幸好他没有爆炸 是当然了 因为后来被看到了 被看到 因为这种炸弹只有美国有嘛 那所以就是就是那个维修人员 就相关的那个单位就立刻 立刻让那个停止运转 然后进入来维修了 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嘛 是啊 事实上其实你也不要惊讶了 当然那个赵新刚那个怀疑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就要讲说 哎 川普实在对叙利亚就这样干了 那阿富汗不知道有发生多少 不堪引述的事情 所以拜登急着要撤军 搞不好有很多内幕他是不方便说的 就有这个影 有这个影射了你知道吧 就说事实上拜登是真的是为当地好 所以美国就急着撤军 那当然撤军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调度 那可是大的目标是对的 大概有这样的影射 不过我跟你讲 美国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这种事 事实上阿富汗也误炸 你记不记得他撤军的那段时间 不是去炸人家的民房吗 说那个地方是恐怖分子 结果后来证明不是阿 就炸掉了一辆车嘛 大家记不记得 对不对 死了好多平民 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叙利亚啦 伊拉克更多我跟你讲 以前越南更多 反正只要美军一出动 这个引用我们借大使的名言 必然全世界到处死伤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进订阅充信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